找個時間最近 向大家做詳細的報告 這是暗示要選了嗎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從美國返台 戴著永遠的中華民國貿 念著預先寫好的稿子 很慎重 只是下一步若是獨立參選 原以為會挺郭台銘到底的 彰化憲議長謝典玲 公開不支持 獨立參選我們是絕對不會去加入的 你說要保送民進黨 這對我們來講有什麼意義 多少議長是持這樣的想法 贏大家都會想要參與 輸大家都不想參與 那吃飯的時候 已經有很明確的表達過 原以為退出國民黨 是要力挺郭台銘 沒想到謝典玲的想法 是要促成郭台銘和民眾黨 柯文哲整合 一直拉攏的國民黨地方派系 有條件幫忙 無法真正到位 讓郭台銘的獨立參選 先面臨第一道關卡 只要分裂就是讓賴清德躺著選 讓民進黨放鞭炮 也是台灣主流民意跟所有希望政黨輪替的朋友 不能夠接受的 也不會支持的 只是郭台銘也不放棄合作民眾黨參選人 柯文哲 一度傳出823當天 兩人在齊聚金門 但郭台銘的海事三盟 對柯文哲有創傷 加上一直被放話結盟 甚至找總幹事黃珊珊當副手 就怕到時又被解讀 郭柯和 柯文哲乾脆一不做二不休 我們不希望我們為一個大拜拜 甚至是一個炒作 還有很多的紛擾 柯文哲他也會參選到底 我們會在近期之內 很明確的向郭振英傳遞這樣的訊息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但這個選項並不包含郭柯沛 柯文哲先穩定基層軍心 本來是郭台銘如果宣布獨立參選 第一步已經困難重重 TVBS新聞 華少平林亞南 李平宜 莊凱玉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